呃...大家早安 這裡是大浦水庫 呃...它的...一般上游去吧 我們第一次來造訪 風景還不錯啦 山光水色 不過現在還是枯水區 底下的水比較淺的一些而已 這個環境我覺得蠻美的 蠻適合野營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看 啊...現在天色慢慢裏 已經變暗了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阿里山這個地方開始起霧了 再往下走都是茶園 雲霧從茶園裡面這樣飄過來還蠻浪漫的 所以這裡有雲海啦 但是因為我們沒有走到那個前面的茶園去參觀 現在因為天內差不多快黑了嘛 快到六點了 所以...就這邊先準備吃東西 準備晚餐之類的 那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個剛剛的蚊帳介紹之外 我今天因為這個菌木杖 必須要前面還有兩根的那個... 呃...前庭的柱子 因為要忘了帶過來 結果我現在是用竹子來代替 因為丟進去 這個就寫了 然後加上燈光 就是蠟燭的燈光 然後LED燈 然後晚上就會覺得比較有氣氛一點 所以那個竹子還蠻好用的 忘記帶那個柱子 這個銀杖的柱子 原本是有那個木頭做的 那現在用這個竹子來代替 其實也是OK的 就地取材 就在這邊這樣子 那這樣我的前庭就可以打開了 如果晚上要睡覺的話 其實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關起來就好了 這邊就比較溫暖 大概也是這樣子 看一下他們的四周的環境 其實這個營地滿新的還不錯啦 衛生間洗手台的都很乾淨 有機會可以來這邊體驗一下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的這個錄影的這些給洗頭啊 從那個劈彩的斧頭開始好了 這個是鍋碗瓢盆 那些廚房用具 然後接下來常會用到的就是這個柴爐 裡面是燒木柴的柴爐 這個是Winnerwear的 應該蠻多人在使用 台灣也有代理商 來,下一下火力 這樣也要看得不錯 因為現在在泡茶 所以就沒有用很大的火 是在泡茶而已 所以保溫而已 好 關起來 然後再接下來咧 我們這個是放食物的烤盤 熱的部分放在這一邊 那這個是調味品 還有砧板跟菜刀之類的 再過來咧 這兩隻是什麼 拆看看 不用拆好了 直接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 就是烤肉串在用的 不鏽鋼的 比較環保 剛好直接放在這邊 還蠻方便的 因為一隻手米花 其實它可以插進去 好 這個是泡茶組 因為我們剛剛吃過牛排 現在喝點茶 還有 甜點餅乾 大概也是 基本上野營錄影 我大概會基本的裝備 大概就這些 紅so 酵 酵 乳酵 酵 枉 放入米粉 南瓜米粉 哇,這樣米粉不會太多嗎? 兩包怎麼要這麼多 哇 超级水 你要把它翻一下 那边 哇,加上蔥花就 颜色更漂亮 南瓜怎么都沉在底下 哇,有,有看到了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嗯,当然 很大 不错哦,好 好 香气致意 有香香的 下面再放一下 烤肉诶 香蒜烤肉 下韭菜 下午整个的烤肉 下午尾酒 跟桃桃 下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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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i know you i know you